我们收到车子以后 箱子里面拿出来是这两个配件 一共大借有这两个 然后我们现在我们这个车子是成折叠状态 我们先把这个轮子打开 一只手扶住上面 另外一只手扶住灰色位置 向下拉 左右撞动一下 直到拉到突出位置以后往外撞 然后放下 这个后轮打开完毕 另外一个轮子也是一样 向下拉 左右换动一下 向下拉 向外撞 这个后轮就已经打开了 然后我们扶起车子 左右打开 按下坐凳 拿起推杠 看一下 这个里面的突起稍微摸平一下 然后把推杠上的凹槽和这个锁扣上的突出位置对齐插进去 后面有个小弹扣的 用手按一下 用力向下推 直至这个弹扣 在这个位置露出来 扣上锁扣 把护栏翻过来 这样打开就完毕了 OK 这样打开就完毕了